大家好,我是唐尼,我是一名社会精英 因为常年要在外地工作的缘故 所以不能时常留在妻子身边 而此时,怀孕的妻子已经快到预产期 所以我便请了长假准备坐飞机回家迎接孩子的出生 在去机场的路上却发生了意外 我在下车的时候,旁边行驶过来的车就撞掉了我的车门 车上下了一位胖子 虽然以我的经济水平修好车门的钱并不算 但是还是与这个胖子发生了争吵 通过对话得知这个叫扎克 正要去应聘好莱坞当演员 我看他臃肿的体型便损了扎克几句 而扎克也故意推倒我的行李 还无意间将毒品粘在我的衣服上 在过安检的时候,因为毒品检测的问题 我被安全人员一顿臭码 都认为我是一个瘾君子 可好不容易过了安检 却发现扎克居然跟我是一般飞 而脱扎克的福 我和扎克都被击毒人员怀疑成是恐怖分子 不仅险些被枪打中 还被赶下了飞机,上了禁飞名单 在接受调查证明自己的清白后 我和扎克离开了机场 但是钱包和身份证都被扣押在机场里面 忽于无奈只能开车回家 但是我的汽车车门被撞掉 出于安全考虑,只好上了扎克的汽车 到了一家餐馆,我和扎克聊起了天 原来扎克除了要去好莱坞之外 就要安排自己的父亲的后事 还要将自己的父亲骨灰装在咖啡罐之中 路上扎克的毒瘾犯了 将自己最后的钱都用来买了毒品 实物分文的两个人只要去银行取钱 可在银行却和银行支援发生了争吵 不仅挨了打,还被银行拒绝取钱 实物分文的我和扎克只能在车上过夜 因为扎克吸了毒品精神十分振奋 一晚上都没有睡觉 到了第二天白天就出现了意外 因为扎克疲劳驾驶 将汽车摔下了地交桥 被人送到了医院后 扎克披扫着后没有什么大碍 可我却摔断了一条手臂 悲愤交加了我呼叫了好朋友小黑的救助 我本想丢下扎克不管 但是小黑看扎克可怜 也就将胖子接回了自己的家中 可意外再次发生了 在把扎克和我接回家中后 小黑看扎克有一罐没有开封的咖啡 便将里面的骨灰当成咖啡喝掉了 在得知里面装的是骨灰的时候 小黑非常生气 因为扎克就是一个丧门星 将他轰了出去 并把车钥匙给了我 让我们赶快离开 在路上扎克又开始吸起了毒品 来到检查站后 我胖子因为毒品问题 就被带到了警察局扣押了起来 不过一路上惹是生非的胖子 总算机敏了一回 他偷走警察的车钥匙 开着警车迅速离开了 此时我的妻子已经到了医院 准备生孩子了 一路上虽然有些小意外 但是还是平安的到达了医院 可我实在是太过着急 我居然进错了产房 差点认错了孩子 见到妻子看着身边 白白胖胖的孩子后 我这一路上的颠簸 也算没有白费 而那个胖子 也入院成为了一名好莱坞演员 登上了电视音频 生活注定有时 阴云密布 突破层层阴霾 一定会看见阴霾过后的彩虹 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 那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